清明节即将在4月2日到来 新城乡长和礼台为协助乡亲慎中追悦 缅怀先人 责成生命礼仪所针对新城北浦公墓周边环境整理及除草 提升乡亲扫墓的便利性 清城乡公所判给乡亲整洁的祭祀环境 让乡亲前程记住 清明节连续假期即将在4月2日到来 新城乡长和礼台为协助乡亲 身中追缘缅怀先人 这成生命理所针对新城北浦公墓周边环境整理以及除草 以提升乡亲手墓的便利性 新城乡公所应用乡亲前的记住 新城乡的寺院楼以及北浦的怀恩堂 从3月1号开始到亲密节期间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值班人员 与地民众安排时间请用手墓 并且在3月1号到4月5号亲密节为止 新城乡及北浦公墓均设设棚棚子 方便民众来记事 亲密节快到了 我们新城乡有两座公墓 一个新城公墓 一个北浦公墓 总共占地的面积大概将近10公顷 在半个月前 公所做开口企业厂商 已经开始除草 因为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预计在25号以前 就能够把这两个公墓 上面的树木杂草 来给它整理干净 让我们在亲密这段时间 在3月份到4月份这段期间 方便我们所有的 这些主线的后代人 能够到这个地方方便他们来扫墓 不管在行进的路径也好 甚至在自己的墓园上面 我们做稍微的一个整理 其实也要请我们这些后代子孙 来这个地方扫墓的时候 要注意到安全 自己的墓园上面的一些树干草 请民众自己来清理 但是在整个变道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整理的 让民众方便来进出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在这个扫墓这段期间 到墓园这段时间 要注意火苗 要注意自身的这些安全 不要把扫起来的这些杂草 树木当场之后给它焚烧 会影响到整个公共安全的这个领域 我想公主它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不遗力的 除了仙岛以外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在扫墓这段时间 到这个地方来 除了自身的安全以外 整个环境 大家共同来维护 一年一世的这个扫墓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饮水失眼的一个节庆 那我们在两个纳古塔的部分 我们也搭了帐篷 搭了帐篷 让我们的民众方便 在纳古塔的部分 来做这个扫墓 以及祭祀的这些工作 下面和调表是 山东岁源祭祀祖先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清明解除了祭祀 也一并整理墓地周边环境 为了让乡亲扫墓更加便利 也借此机会呼吁乡亲 扫墓期间请特别注意支撑安全 现了墓地上的处置 扎扫清理之后 切勿随意燃烧 会影响到公共安全 也请乡亲小心火苗 清明时节雨纷纷 容易下点小雨 也提醒乡亲记得准备语句 先来乡公所期盼乡亲整理的祭祀环境 让乡亲能够虔诚记住 记得永继续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